詞曲 李宗盛 我是楊天宇 我是長庚生氣的董事長 以前因為在巴西長大 我最喜歡還是足球 足球大概從小時候十歲 每次世界杯 World Cup 每四年一次 我大概從十歲到今天 從來沒有看過 巴西這個球王叫Belet 他到各地都鼓勵小孩子 去玩足球 小朋友去玩足球 有時候大概會玩一兩分鐘 做個Demo 但主要還是鼓勵這些小朋友 那一次我英雄最順利就是說 剛好有這個機會參加 被選上到這個球隊 我記得那一次用的這個球號 在我用的號碼 也剛好是十號 也就是Belet的這個號碼 我是很緊張 知道他會在那個場面 晚上也都睡不著覺 又興奮又緊張 那玩完這個球打過去以後 剛剛好有個機會 就是讓我用兩隻腳 把這個球壓住 然後從我後面把球這樣子 帶過去 就投進去這個 打進去這個Go 打進球門 後來這個Belet跟我們大家一起照相 鼓勵每個小朋友 但是他走到我旁邊 他這樣子 說這個叫Belet Chinese 就是華人 華人就是這個 中國人華人的這個Belet Chinese Ballet這個意思 然後我這個 當然感覺是 是受到這個肯定 運動 我不是一天 這個可以抽出來一個小時 兩個小時的運動 那這是一個人生大的一個 一個享受 那我們也應該就是很珍惜 把這個時間充分地利用 那利用這個時間在運動 這個運動是自己的時間 要充滿了感恩的心 其實也可以在做這個心理的功課 它自然就會讓一個人 不光是打到這個很 舒暢很放下的一種感覺 反而就是在生理上的調整 健康上的一種調整 我用這種心情 帶到這個運動 我通常會做三種運動 就是有氧 有氧一定會做 健身 體操 我大概已經做40年 我假如我用體操 用這個有氧 然後再經過拉伸 我發現就是說 會真正想享受 所以我早上一起來 就期待 一年365天 都會運動 少了運動 還會感覺不舒服 會感覺好像一天 好像少掉什麼 那 我認為這是自己的時間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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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用是很難得的 所以我也是鼓勵大家 每個人都要珍惜 要自己抽出來的時間 好多朋友講說我很忙 其實我抽不出來的時間 我常提醒這些朋友說 因為你那麼忙 你更需要走出來這些時間 對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